高一翔猝死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有网友公布了一段 疑似追悟吧现场工作人员的采访录音 录音中表示节目组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抢救 此后又有网友公布了高一翔现场抢救的部分视频 视频中众人都围绕着高一翔 穿着黄色外套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陈卫婷和黄景瑜等嘉宾都焦急的站在一边 视频中隐隐约约也能听到哭泣声 视频证明了节目组曾对高一翔展开救援 但是有网友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产生质疑 这些心脏按压的频率应该是每分钟100次 即使是按照最新的规定 也应该是不超过每分钟120次 网友认为工作人员的按压频率并不符合标准 并且指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楚 节目组在黄金四分钟内有无抢救 由于浙江卫视和节目组对于整个事件的遮遮掩掩 现场嘉宾事后也都没有正面发声 让不少人都好奇事情的真相 因此对于节目组和电视台所发表的声明 也不断产生怀疑 其实对于网友而言只是想要公开真相 还高以降一个公道